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上海印山印商贸有限公司啊行吧 这个末将 m2 f 间看到吧 好那个先把这个笔打开也是一样 多余的外面一层包装 然后呢再下来哎对非常的这个是当时看到一个老外那个 因为我有时也要看国外的那个甘笔的那个视频啊 我就看到出了这根笔 那我就买了 还有又有一根小吸管啊 行喜欢我喜欢大宋吸管啊 这个很高级感觉 然后再下来哇这根笔 当时我看视频的时候非常毒很漂亮 没想到拿上手真的 还真挺毒的 真的挺漂亮的这根笔 比百乐的那个823 当时我拿的时候那个要干净很多 就那感觉很干净 然后这个盒子哎正常的一个盒 我觉得也要看的东西不是很多 红色的纸 我这这个真的又又是一个费钱的包装 好那个哎呀这些东西我先放一边去 讲一讲这根笔线啊 这个塑料袋很不薄 不是薄那种你看 我这末章用用料还是挺好的 的然后这么一看的时候 这根笔的感觉哇非常的毒 就是很冷眼前亮 我当时一一看的时候我就马上买了 然后呢没有笔夹对 也是一个没有笔夹的笔 这个的话也行也行 我觉得不是很大问题 有没有笔夹 但他这个旋钮这感觉哇 很顺很滑磨山感非常足啊 呃算是第一根少数的 这你看 这水涨出来哇这一根笔真心挺棒的 这 这不错不错这这真的真的真的好 这根笔 然后这个应该是没有有没有那个 好像是可以直接是 就是 哦应该是有吸墨器的 我觉得 对 哦行没事 那个先看一下一个尺寸吧 我这好兴奋的这根笔拿起来 14厘米的根笔 然后这个拿起来 对那个是13还是12对12好 12那拿了以后那我们开始赶紧讲讲这个没有 我急 急不期待 这这很期待算是很久没有见到一只很期待钢笔 呃这根笔m2首先拿起来嗯 整个非常干净真的很干净 你看这里就是说这这个透明的这些 这些都实心的中间是空心的 所以做起来这个真的是很 而且这你看尖的看到 也是前后有呼应 就这根的话它是有解决一个工艺的问题 然后你看这声音 看之前的正常的是 就这个你看 但你拿这个 这哇 这完全不是一感觉 那我赶紧把这个新墨器给装装回来吧 装过这边吧 应该反正是能用的哎弄到这 这个可以讲久一点啊 这个真的是 它应该是可以直接 但是我觉得它是 它反正是这时候就抛弃了一个黑色鼻声 你看没有用透明的 你看就是有考虑过使用的一个情况 墨匠的笔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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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可以 然后这一拿的时候 它是哦 看来真的是这个直接灌墨的 好吧好吧怪不得了 行我把这个给装回去先 这个看来是真的是这样子灌墨 那这根笔 这么看我可以滞留一下呀 这个这根这根笔真心不错 这看那个滞留哪来写写东西啊 而且真的挺好看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红色的什么 木面对 然后这个 应该是塑料的吧 应该不是一个那个五金的吧 我觉得 那那下来我我我先灌点墨好吧 那这两个 好之前送的这些啊 然后我就一样灌灌墨 啊还是啊 但这个对哎 已经不知道讲什么了 这个而且他金色笔尖 这看起来就是很到位 那我先先这样 来看到灌了开车了 来看到哎 这使用起来还真挺方便 其实这种灌摸 好小心的 这个主要重要的一个 这我一开始买钢笔的时候我最喜欢其实这种你看哇这一下 然后一看他整个下去 触摸量又很大 主要这个哇这写起来真的应该很棒这感觉 哎呦这 然后这个你看这是透明的 然后你看他这里是两截的就整根比我这没拿 你看就非常干净真的是他上墨以后都很干净整个感觉这才牛逼我觉得正常不会 就这时候觉得啊活塞钢笔或者那个什么呃还有那个 呃富二上墨的都没有这个毒我这个笔真的是而且他上面还有压纹的主要是你看 EF间你们能看到吧然后你看上面后压纹其实做起来真的挺细的挺用心的我觉得 然后就啊赶紧先写一下不行不行我真的要写一下 好的那个写完了那你现在看到其实这两个我刚刚对了一下笔尖是一模一样大的不知道能不能你看后面 也是挺像的不知道能不能互换其实有能互换的话其实 这笔真的挺棒的这笔刚写起来反正书写感受吧你们看一下 对轻而重他的那个笔尖都差不多然后这一写 主尼感刚刚好就说有主尼感是我喜欢的那种手感但是他手感写起来就是 对主尼感反馈很很强就那个震动感非常大然后出没非常的顺这个肯定百分百没有问题的 而且笔很细真真心很细写起来非常舒适有149的那个万宝龙一世间到传统是同差不多那个粗度 那写起来就整根笔反正真的很棒很棒这没什么好挑剔 而且以他这个价格来讲我觉得很值非常值得购买的一根笔 当然不是说叫你们去买笔 没有这个东西不是那个业配 但写起来真的是很舒服 我真的想不到什么好挑剔的旋转什么他真的玩的很细 墨像的比木面的笔真的是有去考量过他真的是有花过时间去研究笔的这个东西 但是现在好像你看我整个不知道是我墨水太多还怎么挂毙了整个你看到吗 真的挂毙了是不是等一会了 然后就对现在看不到里面了 所以我就不知道了是平常能看到墨水还怎么样吗 虽然说影响不会很大了 反正都是那样子用对的 整根笔非常漂亮非常的简练 不哇现在粗细反正你看到也是差不多对的 没什么大特别 笔件上面反而没有很大特别 反而它整根笔的设计真的有很大的一个 怎么就很惊讶 没有笔夹 但是你不觉得它是一个缺失 然后整根笔一体感非常的好很有未来感 嗯 金色红色这个也是少见的一个透明四分钢笔有的一个配搭 呃唯一美中不足可能就打开的时候你看到这里 对打开的时候你看这里就好像有点怪怪的对这种不是很干净 拿下这个笔握的话反正就没有很大的一个 可能要有个弧度会好一点点但是不影响书写 因为它整根笔拿下来的笔握是偏粗的 所以拿下来的时候它有没有笔握都没有关系 但你整整根你就拿下来就很顺手就会 但书写起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小笔尖 那我觉得这个书写起来的时候需要时间去适应 因为本身偏胖偏短 然后你这么一拿笔握比较粗 那拿起来就书写的时候非常的顺手 一拿就很那个就跟149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但是呢就是需要时间去适应 因为它跟它有没有做到149那个那么细 呃因为149那笔尖是很滑的 那这个就一个相对讲主力感比较大的一个笔尖 对但是我觉得是值得尝试一根笔这样子对的 好的那一个这样 那基本上那个今天要讲的就这么多对 那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好的 那一个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